連線 這我想前面都一樣 再來就是下個語法 slate所有from問題9 因為在我們 一樣的 這個目錄底下會有個什麼 問題9的一個資料庫 資料庫裡面會有一個欄位 叫做業務 like業務 like什麼邀邀 查到了 OK 查到之後先給那個上面欄位名稱 所以這欄位名稱我就把它跑跑跑跑跑 跑完之後再把資料扣過來 扣過來了 再回去再把它關閉 關閉這個連線 再來自動調整欄寬 然後再下一個 OK然後 再換下一個 下一個是菜頭 所以我這邊的話也是一樣 然後取得資料 然後再把這個欄位先建好 然後再資料扣過來 再關閉 再回去 再調整欄寬 再下一個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我全部跑完 你會發現呢 一下子怎麼樣呢 全部 就通通做完了 OK 所以基本上 我們快速的跑完一次好了 比如說資料庫這個 它會先刪掉 然後再新增 有沒有 其實還蠻快的 你會發現 就出來了 也就是說基本上呢 跟從Excel 做法上差不多 基本上我們就改了幾個細 幾個小地方 我講過 5 5 6 對 567 有沒有 567 先把它註解 那 7的部分 只有這項保留了 然後再把那個篩選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不要 然後 增加了一個 這個 這個查詢的 業務這部分 穿過來 基本上其他都大同小異 那我等一下也會把這個完成的畫面 這個從資料庫 一直到這邊的 程式 也給各位參考好了 那 等一下 因為這個 這題稍微比較 也是稍微複雜一點點 不過基本上 邏輯上 如果你前面的那一題 前面的那個部分做得出來 這一點應該也做得出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